谢谢大家 已经所提出来的数度数个月的 不是数个月 数周以来的所谓的选举舞弊案呢 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确认 今天司法部长的巴尔就表示呢 说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呢 那么有所谓的大规模舞弊的证据显示 可以推翻这一次的民主选举的结果 司法部长巴尔的周二表示呢 司法部没有发现会改变2020年 总统大选结果的大范围舞弊的 证据 尽管川普总统一再声称呢 选举结果呢被窃取 而且他拒绝承认输给了当选的总统拜登 但巴尔还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评论 巴尔在接受美联社AP的采访时 就表示呢 美国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一直在努力的跟进 他们收到了具体的投诉和信息 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会改变 选举结果的舞弊的证据 巴尔还告诉美联社说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可能产生不同选举结果的 有规模的欺诈行为 这些评论呢 从巴尔口中说出呢 尤为的直接 他一直是总统最热心的一位门友之一 在大选前呢 他曾多次提出呢 在新冠疫情期间啊 由于民众害怕去投票站的 亲自投票而选择了邮寄投票 邮寄投票可能特别容易出现舞弊的现象 上个月呢 巴尔向全国各地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呢 发布了一项指令 允许他们在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认证之前呢 追究任何关于投票违规行为的实质性指证 如果这些指控存在的话 尽管当时没有证据表明 存在广泛的极大行为 这份备忘录呢 也让检察官呢 有能力绕过司法部长 长期以来的政策呢 通过在选举认证之前呢 禁止这种公开的调查行为 备忘录发布后不久呢 该部门的打击犯罪的最高官员呢 就宣布他将因为这份备忘录呢 而辞职 因为他认为呢 这是违反了美国的联邦司法的独立性 由川普总统所任命的巴尔呢 也当时呢 遭到了很多司法部门的机关 以及离退职 包括现任的很多法官的直接的指责 那么鲁迪朱利安尼领导的川普的竞选团队呢 一直指责民主党人呢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呢 有组织的大规模的 向投票系统呢 灌注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的投票 他们在主要的战场中呢 提起了多起诉讼 指控共和党的选举官员们呢 在一些地方的投票站的视野呢 不够清晰 因此一定发生了非法的事情 我没有看到 那就一定有问题 这就是朱利安尼的 这个诉讼的逻辑 这也遭到了当地法官的直接的搏制 川普总统呢 在自己的推特和采访中呢 也多次的抨击了这次选举 尽管他自己的政府 表示呢 2020年的选举呢 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 川普最近呢 也容许他的政府呢 开始向拜登过渡 胆人拒绝承认自己输了 那么川普总统刚才提到的 自己任命的和自己2020年 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承认这样的一个有史以来 最安全的一个美国大选呢 为此川普总统专门开出了 这样的一个克里斯蒂 这样的一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网络安全管理局的局长 那么为此呢 这位局长呢 也是成为了公众性的人物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川普的竞选团队 及其盟友所指出的问题呢 在每一次选举中呢 都很典型 比如说签名 保密兴奋 邮寄选票上的邮戳等问题 以及少量选票 勿投或丢失的这种可能性 但他们也要求联邦调查 这些指控啊 律师希德尼鲍威尔 曾虚构了选举系统性 选票的一个转移啊 据说呢 发现很多投给川普的选票呢 转到了拜登的名下 甚至指出了 德国的服务器的从储 以及美国信息 投票信息 还有在维内威拉的前总统 已经去世的乌格查维斯的指示下呢 开发的选举软件 也许这位鲍威尔律师呢 不了解 查维斯已经去世 同时呢 他最近这两天呢 也是在呢 其他的很多州 包括乔治亚州呢 提起的诉讼呢 都因为法律文本的错误 那么导致呢 没有正式的成为一个诉讼 那么他却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捐款的收益 那么这位鲍威尔呢 今天也是闹出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呢 是什么样的笑话呢 他指控啊 密西根州的爱迪申线呢 出现了选举的舞弊和重大的这种选举明确的选举的错误 因此呢 他要求啊 那么要密西根州要推翻咱们爱迪申线 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不过呢 令人非常惊讶 或者是不知所措的地方在哪里呢 原来这个密西根县啊 没有爱迪申线 那么密西根县呢 密西根州呢 也没有找到一个爱迪申镇 所以呢 最后这件事呢 也呢 不可能成为呢 任何的法律方面的有利的证据 那么一些人就怀疑这位女士啊 为什么总是要在法律的文件当中 用错误的方式去表述呢 以至于呢 他的诉状呢 都被法院所不能接受 一位律师朋友呢 指点了密西 他就讲啊 如果说是他写对了 完全正确 那么真的得当一个案子 那么当案子的时候呢 法官拿到案子的时候呢 就要求他要出示证据 并且呢 要求他的所有的指控呢 是要有根据的 而如果他的法律文件出现了问题 本身啊 牛头就不对马嘴 法院将不会被受理 如果一旦受理 去追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鲍威尔呢 就会吃不了 兜着走 所以呢 他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看似自己在打官司 实则呢 在号召广大的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 给他自己的捐款 最近他也是赚的盆满钵满啊 据称呢 有人指出啊 说前一段时间 鲁迪朱利安尼啊 曾经被爆出的 每日要求川普总统呢 支付他两万美元 不过有人说啊 这个鲍威尔赚的呢 要比这个鲁迪朱利安尼啊 要多得多 他一天啊 能赚好几万 曾经有一天呢 据说呢 收到了数十万的捐款 当然这些捐款呢 来自于世界各地 不仅仅呢 来自于美国境内 还有来自于东亚 特别是包括越南裔 华裔 菲律宾裔啊 等等很多地方呢 都呢 表示对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捐助 因为他呢 是川普总统团队当中啊 不敢要的人物 同时呢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在一个星期之前啊 川普川律师团队呢 将这位鲍威尔女士呢 是彻彻底底的 进行了一个划清界限啊 那么拉开了距离啊 因为呢 这位女士的所有的指控呢 被川普总统认为呢 是显得自己呢 很愚蠢啊 因此呢 这位女士呢 就被开除出啊 不过开除出去之后啊 她没消停啊 最近有人说啊 这几天鲍威尔的 这个收到的捐款数啊 甚至超过了给川普总统啊 那边的捐款数 那么川普总统这一段时间 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呢 是史上募捐最厉害的总统 不是募捐为了竞选总统 而是募捐为了所谓的大官司 和大规模的选举舞弊的指控 那么最近呢 也是川普总统啊 已经做成了一笔大买卖 在四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已经荣得呢 1.5亿美金的捐款 不过有一些细心的人士就发现啊 川普总统的人 1.5亿美金的这个捐款啊 那么很多人认为呢 是川普总统拿着钱 要打官司啊 实际上呢 在捐助的网站上呢 如果您可以拿个放大镜的话 可以看得到 有蚂蚁的自己大小的啊 这样的一个标识啊 其中啊 写得非常明确 只有8000美金以上的单笔捐款呢 才会被视为呢 是用作啊 司法诉讼 而低于8000美金的呢 将会70%的捐给川普总统啊 个人所成立的啊 这个政治行动啊 委员会 其他的30%的有一部分呢 要去还过去的账 还有一部分要做什么呢 还有一部分的就要拿去呢 作为共和党的啊 党总部还有这一次 选举过程当中 做一些欠款的一些支付啊 那么去买一些账单 所以呢 对于很多人来讲啊 其实呢 这笔钱啊 本身也没有进入到啊 所谓的大选诉讼 很多人是说啊 川普总统的大选诉讼呢 就是一个招牌啊 但是呢 却做成了一笔啊 没有别人能够做到的事 但是输家是谁呢 有人说啊 输家就是美国的司法 美国的这一次的 所谓的民主选举的制度 被川普阵营啊 彻彻底底的 诋毁成了什么呢 诋毁成了三流国家 五流国家啊 一般的选举舞弊的指控 这对于灯塔国来讲 无疑遭到了重大的创伤 除了这个事之外呢 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呢 也是给川普总统啊 不太厉 就是美国华盛顿DC的 地方法院的一份文件呢 今天披露 根据这份文件的最新的调查情况呢 我们看到啊 真是很震惊了整个华人度 也震惊了全世界 根据周二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件呢 司法部正在调查一下 潜在的犯罪计划 其中啊 设计向白宫内 会与白宫有关联的人呢 进行行贿 以换取一位不知名的人的 获得总统的赦免 我们知道啊 每一任的美国总统呢 都有权利的去赦免一些人 赦免刑事犯罪的 联邦重罪的 司法调查的 主要他只能赦免的是联邦犯人 联邦罪行 包括鲁迪朱利安尼呢 今天呢也获得了川普总统 这样的一个赦免的可能 不过今天爆出来这个案件啊 有可能会影响川普总统 未来啊 要签署的这些赦免人的名单 那么哥伦比亚的地方特区法院的 法官啊 公开的文件上就记录说呢 司法部的调查涉及两名 姓名啊 已经被修改掉的人 为了保护啊 这个调查的这个独立性 那么他们呢 不当的游说 以确保赦免一名啊 姓名的也被修改了的人 这个阴谋的方式呢 涉及啊 该人提供大量的政治捐助 以换取总统赦免或者是缓刑 目前我们现在呢 不能够确认啊 到底啊 给予了赦免的人 是如何进行的行贿 并且他的这个贿赂呢 是给了哪些人 这份长达20页的文件中呢 充实着各式各样的修改的地方 该披露呢 是在有报道称 川普总统正在考虑 在总统任期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呢 宽恕一系列自己的同伴和自己的伙伴 同时呢 也有人指称呢 这种啊 用巨额的金钱所寻求到的这种赦免呢 往往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呢 也不是先见 并非是川普总统 一人所有 不过这件事情 如果一旦被爆出的话 那对于川普总统 未来赦免的很多人来讲 无疑于呢 将会出现一个青天霹雳 因为这种事情本身呢 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可能呢 你的赦免是祸种的 但是你赦免的路途当中 所犯下的这个罪行呢 将不会被赦免 那么因此呢 今天也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 鲁迪朱利安尼 那么今天被纽约时报 还有我们知道的国会山报 等等爆出来的 他与川普总统进行的 这样一个沟通 关于他个人的赦免之事呢 有可能也会出现了一个波折 那么鲁迪朱利安尼呢 虽然在川普总统的 数度的官司的过程当中呢 没有一个是胜者 而且呢 他也因为捏造和卫造 关于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 所谓的硬盘门事件呢 已经是臭名昭著 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人物呢 前纽约市的市长 川普总统的密友和私人律师呢 恐怕未来呢 也可能呢 会遭到司法方面的 各方面的一些起诉 不过川普总统 如果真的能够给予朱利安尼 这样的一个联邦赦免的话 无疑于呢 对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安慰 所以有人说啊 说川普总统的官司都输了 但是实际上呢 输的不是川普 也不是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个人呢 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而且这个决定性的胜利呢 是啊 是不可小觑的胜利 那就是呢 他将会逃过司法的追究 不过也有一些熟悉 朱利安尼的历史的人说呢 他在纽约州的这些案件呢 将难以逃脱 同时呢 他帮助自己的客户 所掩盖和伪造的一些证据呢 此事呢 恐怕也难以逃脱 那么这些事呢 虽然朱利安尼到目前为止 没有被确认任何一个罪行 那么川普总统的这种赦免 那么是否还有法律上的间隙 需要去寻找 或者需要去查看 或者需要有改变的地方呢 也真的是不好抓 但是不管怎样讲 他的的确确是川普总统的功臣移民 帮助川普总统呢 成功的 刚才我们讲过的 赚取了1.5亿美金以上的这个捐款 同时呢 也有人指称呢 现在正在发生的会选 那么是否他也参与其间呢 这就是美国的大选 美国的每一次的 每一年的这个大选贵呢 总是如此之热烈 总是如此之有趣 总是如此的 真的多姿多彩 这简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看课 都享受到